说到契丹这个民族,在初中历史就讲过,这是一个在宋朝比较强盛的民族,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,辽国,而契丹这个民族也比较特殊,似乎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而后消失,现在56个民族中没有契丹这个民族,而在南宋时期辽国灭亡,契丹也似乎销声匿迹一般,150万契丹人离奇消失。 这么多人,怎么在短时间内人间蒸发的?800年后,一封信件的出现,揭晓了历史谜团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1986年,在我国内蒙古地区,出土了一位契丹公主及其驸马合葬的墓,在这座墓里面发现了大量关于契丹的文物, 这一发现,让历史上几乎销声匿迹的契丹民族似乎死灰复燃,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。 在当时,比较权威的民族历史研究者刘凤柱,他对于契丹文明历史较为感兴趣。 这一幕出土,可以说是极大的刺激了他探索契丹历史的热情。 而在出土之后不久,刘凤柱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,这封信的寄件人是加奥拉·丘志德,他在信中说他家世世代代代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。 据族人相传,他们是契丹的后裔,这一封信极大的激起了刘凤柱的兴趣。 契丹文化和契丹族人,在历史上似乎是被抹去了一般,现在突然有人出来说自己是契丹的后裔,这怎么能不让人提起兴趣? 但凡事都讲究证据,并不是加奥拉自己说自己是契丹后裔他就是,这需要一定证明的。 加奥拉的说法是,他和他的家人不知道自己的民族相关文化,对于一些起源问题也比较模糊, 同时也有人传他们是契丹后裔就报了上来,这一点倒也确实是符合契丹民族。 因为南宋往后,契丹就如同被抹去了一般,在历史书中不再出现,有这样的现象倒也是正常。 后来,一些专业人员通过DNA对比等技术真的判断出来了,他们就是契丹民族的后裔。 那么,强极一时,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民族是如何落得如此下场? 这还要从契丹民族的起源说起来。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,最早关于契丹的记载是在北魏时期的魏书中, 根据地理位置可以大致推断出来,契丹是鲜卑的小分支,再往前应该是东湖的后背。 所以说,契丹也继承了东湖和鲜卑的彪悍和豪爽,唐朝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, 虽然有名将郭子怡平定了安史之乱,但唐朝的衰败之向显露出来,唐朝是由胜转衰了, 这给了一些虎视眈眈的人以可乘之机,唐朝的衰弱也给予了周边少数民族一些发展的机会, 虽然有些如突厥等依旧认同大唐王朝,但也有一些民族不认可。 在暗中发展,之前在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,唐朝国力鼎盛,国家兴亡经济繁荣,万国来朝, 周边少数民族无不佩服,无不认可大唐的强盛,但现如今,唐朝已经衰弱, 自然而然也有一些民族不认可唐朝了,这契丹就是其一,唐朝灭亡后, 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歌剧混战时代,周围不少少数民族, 趁机得到了发展,契丹在唐朝灭亡后不久,出色的部落首领耶律阿宝基, 他建立了辽国,耶律阿宝基也就成为了辽国的开国皇帝, 辽国后来南下开疆拓土,拿下了燕云十六州地区。 这也是后来宋朝一直心心念念,想要收复的地区, 辽国的疆域还是相当辽阔的, 现在的外蒙,东三省的全部,内蒙,经济地区的大部分区域, 都是辽国的疆域,广阔的疆域,包含了原来契丹民族的生活区域和不少汉族的生活区域, 契丹和汉族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, 所以辽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民族差异所隐含的问题, 不过这怎么能难得到聪明的辽国统治者, 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,叫南北面观制度, 根据不同民族的生活区域设立不同的制度, 同时派遣不同的人去管理,总的来说就是因地质疑,因人质疑, 不得不说这个制度确实是比较高明, 很好地解决了当时的地区问题, 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问题带来的隐患, 但可惜的是, 契丹民族立国前还是处于部落阶段, 整体进度比较落后, 这也就导致了, 哪怕是立了国,也会有不少遗留问题, 这也是间接导致了后来辽国的灭亡, 比较可惜的是,辽国没有几代明军, 只有刚立国的几任, 后面就不是明军了, 再到了后来, 女贞的完颜阿谷打成了金国, 连续不断地侵扰辽国, 这时候的辽国已经是腐败得很, 金玉齐表败绪其内, 摇摇欲坠, 所以金国比较轻松地就灭亡了辽国, 金国在灭亡辽国之后, 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, 除了官员外, 许多无辜的百姓也要赶尽杀绝, 斩草除根, 这一举动也是直接导致契丹文明, 后来一直断缺的直接原因, 不过, 聪明的契丹人又怎么会想不到解决策略, 有的人迁徙到了远方, 也有的人混入其中, 留了下来, 宋元时期也正是民族大交融的时代, 这时候少数民族与宋朝并立, 在边界地区, 不同民族进行着贸易, 不仅如此, 虽然对立, 但民族间交流并没有断开, 民族在不断地交融, 并且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民族, 回族, 在这一大交融的时期, 不少逃出金人魔爪的契丹人混入其中, 隐姓埋名, 一同融入了这个大熔炉之中, 根据现在的DNA检测技术, 有少部分契丹人迁到了南方, 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有所发现, 不得不说, 从蒙古地区一直迁徙到了云南, 2000公里的距离, 真的是路途遥远, 契丹的兴衰, 在历史上确实称得上昙花一现, 虽然出现的也比较早, 而且后来建立了政权, 也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明, 但可惜的是, 仅仅存在了短短的两百多年就消亡了, 不得不说, 原来民族的一些底蕴, 确实会影响走向, 当蒙古铁骑大军, 如饥饿的猛兽般, 突向花辣子魔附属的都城时, 他们带来了战火与杀戮, 城市被摧毁, 男性被屠戮殆尽, 而那些曾经温室中的娇花, 如今却成为了残酷战争的牺牲品, 他们被俘虏, 成为了蒙古将士们口中的战利品, 权力的铁蹄将他们无情蹂躏, 尊严与自由, 仿佛成了奢侈的遥不可及的梦想, 当曙光再次来临, 花辣子魔的美丽已被战火吞噬殆尽, 那些女性又将如何度过漫长而痛苦的岁月, 她们的命运将被史书如何记载, 大漠的寒风在蒙古军队的步伐中肆虐咆哮, 那是一支由万马奔腾组成的铁流, 势不可挡地朝着花辣子魔的领土汹涌而去, 成吉思汗亲自统帅八万精锐之师, 他手持沉重长矛, 目光如电, 口中咆哮着复仇的誓言, 这支军队的来临, 源于一段往事的阴影, 几年前, 成吉思汗派遣使团前往花辣子魔, 试图与这个繁荣的帝国建立友好通商关系, 然而, 他们遭到了花辣子魔国王摩赫默的冷遇与清灭, 摩赫默不仅对蒙古使团爱理不理, 更派遣间谍, 四处窥探蒙古军队的机密, 这无异于对草原上强大游牧民族的公然挑衅, 成吉思汗谦逊有理, 并非不通情理的暴君, 面对摩赫默的无理, 他依旧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化解矛盾, 于是, 他再次派出了一支商队前往花辣子魔边境城市俄达拉, 期望以通商互利来增进了解, 然而, 命运似乎注定要将双方推向决裂的深渊, 俄达拉成首将贪婪成性, 见商队装载着金银财宝便升了劫掠之心, 他诬告商队中藏匿着蒙古奸细, 摩赫默竟然未经查证便贸然相信将这些无辜商人处以极刑, 只有一人侥幸逃生, 将这起惨案禀报给草原之王成吉思汗, 成吉思汗的怒火瞬间点燃了,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冒犯, 更是对整个草原文明的亵渎, 他咬牙切齿, 是要给予这些伪善者血腥的教训, 铁蹄即将践踏这片土地, 决意雌雄, 八万精锐铁骑浩浩荡荡, 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花辣子摩帝国推进, 道路上偶尔会有零星抵抗, 但都被迅速扫荡一空, 蒙古军队的气势如狂风骤雨, 势不可挡, 城池陷落一座接一座, 到处是被杀戮和掳掠殆尽的惨状, 就连曾经骄傲的花辣子摩重兵把守的都城, 也在蒙古人的进攻下不堪一击, 摩赫莫郎被逃窜, 颜面全无花辣子摩帝国的覆灭, 只是这场悲剧的开端, 当蒙古铁骑攻克重城后, 他们面对的是一大批无助的女性俘虏, 这些曾经温室中的娇花, 如今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, 被视作战利品任人摆布, 无情的征服者将他们尽数掳掠, 约记五十万名女性被如畜生般遣送至蒙古军营, 他们身着曾经富贵的衣衫, 却以蓝绿不堪, 他们曾高高在上, 现如今卑微到尘埃里, 蒙古将士们毫无怜悯之心, 只是贪婪地将他们分配给每一个可求战利品的铁骑, 每三个蒙古战士便能分得一名女俘虏, 作为他们战功的奖赏, 这些可怜的女子被剥夺了自由, 被剥夺了尊严, 沦为了他人口中的战利品, 他们曾经梳着精美的头饰, 涂着象征高贵的胭脂, 挺着骄傲的身姿从容来去, 如今, 那些昔日的光彩都已消失无踪, 取而代之的是满身的凌辱与摧残, 蒙古铁骑虽号称草原上帝永世, 但在这种情况下, 他们展现出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, 他们将女俘虏视为发泄欲望的容器, 毫无顾忌地强暴和凌辱着这些无辜的生命, 凶残的士兵们用侮辱和鞭打的方式来折磨他们柔弱的身躯, 仿佛这还不够, 这些可怜的女子不得不与自己的加害者共度夜晚, 忍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, 他们无处可逃, 无处可躲, 只能任由蒙古铁骑的铁骑踏尊严, 一些曾经出身显赫的花辣子魔贵妇, 现如今也沦为了俘虏的命运, 他们的丈夫或以战死沙场, 或在城池沦陷时被屠戮殆尽, 这些曾经衣着绚丽的女子, 如今赤身裸体地躺在营帐之中, 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凌辱, 他们的哀嚎在夜色中回荡, 却无人理睬, 就这样, 昔日温室里的花朵被生生摘下, 摔落在血腥与罪恶的泥脑之中, 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人性尊严, 只能任人宰割, 这场暴行无疑是对整个花辣子魔闻名的亵渎, 却也是残酷战争的一个写照, 在权力的铁骑下, 弱小的生命永远是最大的牺牲品, 花辣子魔原本是一片文明的乐土, 繁荣数百年的灿烂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, 然而, 当铁骑踏平这片土地时, 古老文明的最后一点光芒也被彻底扑灭, 成吉思汗的军队在攻陷都城后, 对城中的一切文物和建筑予以了彻底的破坏, 那些曾经巍峨的宫殿, 如今只余下断壁残垣, 昔日书香门第。 以画作满目疮痍, 花辣子魔人引以为傲的美术, 音乐, 舞蹈, 统统被焚毁殆尽, 仿佛从未存在过, 即便是无辜平民, 也难逃屠戮的命运, 蒙古铁骑对他们野蛮的掠夺行为, 使得无数家庭支离破碎, 到处可见倾家荡产, 流离失所的景象, 那些曾经安居乐业的市井之人。 如今无家可归, 沦为乞丐, 仅剩下一步遮体的遭遇,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, 花辣子魔独有的医药学发明和文化艺术, 也在这场浩劫中复制一具, 这意味着人类的许多知识宝库, 将永远消失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, 令世人永世遗憾, 最令人扼腕的是, 花辣子魔这片文明所孕育出来的崇高人文精神, 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了, 那些渗透进骨血中的道德理念, 民族智慧全都不复存在, 花辣子魔是一个有着独特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的民族, 如今这一切都已不翼而飞。 连同他们的血脉一起埋葬在废墟之下, 曾几何时在花辣子魔的土地上, 你还能听到那些诗人吟诵一扬顿措的诗篇, 还能看到舞者们轻盈优美的舞姿, 还能亲眼目睹艺术大师们笔下风景的筷子人口, 可现在这里再也听不到诗歌朗诵, 再也看不到舞蹈艺术, 更看不到任何艺术精品的存在。 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, 就这样在战火和暴力的洗礼之下, 荡然无存, 它的覆灭, 不斥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记重创, 与此同时, 蒙古人和花辣子魔人之间的仇恨也由此种下了新的种子, 两族之间持续了数百年的暗流涌动, 由此开始, 无论是被掳掠的女性, 被杀戮的士兵, 还是那无家可归的平民百姓, 他们都成为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, 他们深深埋藏的怨恨, 将如一颗颗种子般, 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根发芽, 世代相传, 新的仇恨由此而止, 注定要在今后延续下去, 在那些被掳掠的无辜女性中, 也存在着一小撮反抗者, 她们来自沙场地区, 生于武家, 自小习武操盾, 必是钢刀, 赎安战阵之术, 当蒙古铁骑攻陷重城后。 这些女武者并未乖乖就范, 而是挺身而出, 拿起武器加入了反抗的行列, 他们中的佼佼者名为莱拉, 乃是武军赫赫的将军之女, 自幼跟随军队出生入死, 莱拉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, 她手持沉重长矛, 身披厚重铠甲, 骑着枣红战马, 英勇无畏的模样, 就如同沙场中的战神亲临。 当莱拉和她的女武士们, 闻之花辣子魔被攻破, 同胞遭到屠杀和掳掠的消息时, 他们痛心疾首, 决定效仿古时沙场女将的英勇气概, 挺身而出, 保家卫国, 于是, 这只有数百名女武士组成的钢铁储奶部队应运而生, 他们放下家中储奶之物, 拿起钢铁长枪, 直扑蒙古军阵, 每每一阵厮杀, 都可见他们英勇杀敌的身影, 莱拉更是嫡系沙场武术, 身手不凡, 往往一人就能镇压数名蒙古铁骑, 令人赞叹, 曾有一亿, 莱拉居然单枪匹马杀出重围, 斩杀了数名蒙古勇士, 为大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, 那一幕, 令无数蒙古将士为之心服口服, 他们对这支钢铁储奶部队肃然起敬, 称莱拉为血刃女武神, 然而, 再厉害的武艺, 也难敌蒙古军队的人海战术, 经过多场殊死厮杀, 女武士部队的队伍渐渐单薄, 莱拉亲眼目睹着手下勇士, 一个个为国捐躯, 泪水滚滚而下, 最后一役, 她只带领三十余人活了下来, 其他人统统阵亡, 面对最后一股绝望之失, 蒙古骑兵并为手下留情, 他们用重兵围困了莱拉和他的手下, 对他们展开了疯狂的攻击, 使毛如雨, 剑雨遮天, 终于, 莱拉和手下百余人死于非命, 全军覆没, 但就在临死前, 莱拉仍旧拖着渐渐虚拖的身躯, 高高举起长矛, 用尽全力将他深深捅入一名蒙古将军的胸膛, 那一击引发了剧烈的内伤, 导致那名将军一日就厌弃身亡, 如此英勇的壮举, 令整个蒙古军中无不为之动容, 莱拉虽亡, 但其英雄气概却永垂不朽, 从此, 这位顽强抗争的血刃女武神成为了后世杀场人永久的骄傲, 他被当作英雄般永远铭记, 虽然花辣子摩帝国在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土崩瓦解, 但被掳掠的女性们并未就此获得解脱, 相反, 她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, 成吉思汗将这五十万名女俘虏尽数带回了蒙古本土, 分散安置在各个游牧部落之中, 作为强大草原文明的一部分, 他们注定要忍受着与生俱来的陌生与孤独,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, 女性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男性的权威, 她们既无发言权, 也无独立的地位, 而这些被掳掠的外族女性更是被视为奴隶般的存在, 只能承受着歧视和虐待, 一些在花辣子摩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, 更是承受着文化冲击的重创, 她们优雅的举止被当作是傲慢, 她们高贵的仪态被视作是放浪, 她们精湛的绘画技艺也被认为是无谓的浪费, 在蒙古人的眼中,这些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, 相比之下, 能干的体力活和勤勉是被推崇的品德, 于是, 这些曾经温室中的娇花们, 开始被安排到繁重的浓活和墓序之中, 日夜操劳不止, 如果不服从, 鞭打和虐待就会无情地加诛到他们身上, 更有甚者, 许多人甚至被分散到了各个游牧部落的大元帅府中, 沦为他人的性奴, 随时承受着被强暴和虐待的命运, 无数优雅的妇女就这样成为了放荡者的玩物, 挣扎在屈辱和罪恶的深渊中, 此外, 种族和文化的隔阂也加剧了他们的孤独, 无法与任何人用母语交流, 每时每刻都处在对陌生环境的恐惧之中, 使得这些女子的处境愈加悲惨, 生命中一切美好, 温馨, 安全的概念, 统统在这一刻化为乌有, 其中一些经历过特别残酷遭遇的女性, 更是心里焦脆, 彻底崩溃, 有的自已身亡, 宁死不屈, 有的疯疯癫癫, 无心生理, 更有个别人受尽折磨后, 干脆主动投奔了当地的异教徒, 试图以此摆脱痛苦的命运, 战火和征服, 使曾经的花辣子魔贵妇, 沦为了游牧民族口中的奴仆和畜生, 他们所经历的磨难, 远比简单的身体折磨, 更让人心痛, 这些饱受灵虐的女子, 生命中的一切希望和梦想, 都在一夕之间化为细流, 无影无踪, 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写照, 揭示了战争给予弱小者的无情杀伤, 那些被掳掠的女性, 经历了身心的双重折磨, 成为了整个悲剧无声的见证者, 慢慢长路在前, 谁也无法遇见, 他们能否熬过这段苦难岁月。